东航很高兴今年是第二次在Influential Brand参加这个典礼 去年我们是在东南亚的品牌 今年是我们更进一步在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对东航获得认可 我觉得这个时机非常好 因为明年2017年1月份是东航60周年大庆 东航60年来风风雨雨走过来 现在已经在排名世界前十的航空公司 今年又一次得到这个奖项 我们也很高兴也很荣幸 这也说明我们近年来对在市场上一些推广的活动 一些航线的拓展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同 我们也继续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更好的为消费者服务 谢谢 好 很多谢大会颁出这个奖给我们 证明我们周阿福在过运去努力 也都很多谢支持投我们票的朋友 我们一路以来都以真诚旅行的态度 也都希望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奖 多谢大家 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参加我们这个品牌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非常感谢能给我们大业城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奖项 品牌的奖项 那么未来呢也希望呢 多一些这样的合作伙伴进入到中国 进入到大业城 也希望未来大业城能够来到新加坡 谢谢 今天拿到这个亚洲品牌奖 就是很开心 已经是第二年拿到这个奖项 然后北京同仁堂 就是在这个 这个国际 在中国啦 已经有三百四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那么进入新加坡呢 是大概是在2003年 十月份进入新加坡 那么在2004年 就是成立第一家 我们叫旗舰店 那么到目前为止 总共是已经有四家店在新加坡 首先当然是感谢大会的 的支持 然后认可 因为旗舰其实从1997年 就已经在中国成立了 然后现在其实在中国 应该是各大省份都会看到 一共我们有超过七千家的店 而且很多都是大面积的 但是慢慢的我们也开始 转捩我们的战略 就是我们会从步行街里面的 单栋建筑的店 慢慢转移到在商场里面的 比较更加格调 比较更高的一个商场里面的店铺 所以接下来 雨淳应该会更加打响自己的知名度 因为中国除了运动品牌之外 应该还需要有更强大的快时尚的牌子 因为雨淳是属于快时尚 就是需要能够有自己的 中国的版本的H&M 而且我们在新加坡也是在海外 也是有放很多的精力 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是很好的扩张 所以在新加坡现在我们很快就卖到了有十家店 所以当然对于中国的几千店链来讲 还算是比较小 但是立足于新加坡 我们还希望在东南亚有更好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